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animefan 寒来蜀网似水流年 每一年年关将至 万某都会在此 对过去一年播送的动画 翻剧 作为一个不全面 不客观不专业的小小总结 一样主要是聚焦电视动画 像是电影版和OVA 就领导机会了 本期影片也依旧加入了 油管动漫高能尬聊小组 之年终盘检计划 那今年也是我们老面孔的九个人 啊 因为努力存活到了 二三年席未追加 第十席reverse游戏频道 还有第十一席四号仓库 哟太好了 战力再次破张 这下距离拯救动漫杂谈圈 又更惊了一步呢 总之我们都以各自 专属能力勤劳发片 还请大家多多捧场 那更多的一些废话呢 还是留到影片最后 以马达 二零二三 阿尼妹杯动画颁奖盛典点 正式开始 第一个奖项 二零二三年度 在动画里麦哥有什么错 最佳动画主题曲大奖 提名的有 滨海战绩第二季主题曲 River 僵尸一百主题曲 Song of the Dead 天国大魔镜主题曲 Innocent Agurance 五指转身第二季主题曲 Sparrow 不死不孕主题曲 灵异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主题曲 斜阳 咒术回战第二季主题曲 Sparrow 穷不能穷匹飞 富不能富OP 今年又是名曲备出难分伯仲的一年 而在着急上火的观众离开之前 赶快揭晓二零二三动画主题曲大奖 获奖的是 我推的孩子主题曲 Aidol 官方MV在油管突破三亿八千万次点击 叫喷号的一百曲榜连续第一 蝉联偶孔串流榜冠军 Billboard全球单曲榜冠军 无论你觉得是神曲还是过誉 Aidol 凭着电子摇摆和呼应的歌词 每一天都在刷新不是电视动画 而是日本流行音乐的历史 也许多年以后已经忘了 青梅 骨科 寝神 谁赢谁遗憾下场 只要歌曲响起 闪耀着星星的双眸 必将划过大脑 是一时的花火 也是永恒的爱恋 只出场一击 却能给观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也许再也没有像艾将这样的角色了吧 好吧 我错了还不行吗 2023年度 持久才是真汉子 最佳续作奖提名的由 冰海战绩 第二季 必须要带到埃斯兰奥 Spa family 第二季 咒术回战 第二季 我想成为影之强者 第二季 Bleach千年雪战篇 十年后的续篇 枯雨公村 第二季 那最终得奖的是 咒术回战第二季 在2023年有超过70部动画续作 业界印钞及鬼马万周加奇剧 在悄悄卷起来的IP大战中 咒术回战第二季 不仅维持了第一季T1级别的制作水准 跟在文系上添油加醋 武斗中异象天开 把本来从头打到尾 缺乏缓冲的剧情给李顺流了 还贡献了朱竹 五条vs八把黑 素挪色谷强拆 虎杖真人快打 等等有着十足活 免张力的动作名场面 从年初的异世界流浪美食家 到紧急的巨人低于乐 再到咒术回战 制作公司Mapa宛如妖骨附体 世人再不看好 一个连一个的掌停板打到你服 当然是妖忠臣魔王 还是遂羊当场炸裂 不好说说不好 但有一条是真的 感谢为这些作品 浮出心血的动画人 如是续谨慎 身体是本钱啊 2023年度反转反转再反转 最佳原创动画提名的有 Overtake 幻日的夜雨 Sunshine in the mirror Bound Dream It's my goal 激动战士高达 水星的模拟 第二季 16bit的感动 Another layer 最后获奖的是 Bound Dream It's my goal 那这不续作大年了 等价交换嘛 今年原创动画赛道就有点冷清 但论到原创动画的灵魂 Tamashi 就在于意想不到 这方面帮Dream It's my goal 告诉你什么叫开幕散火 什么叫同闯异梦 什么叫良苦用心 什么叫极插极用 他们不是没练团的 怎么合上的 抛开一些实际操作上的艺术加工 这次邦邦女团确实走出了以前 友情努力奋斗的老套路 创新一个先撕碎再拼接 之后的每一张OK本 每一本笔记本 每一架卡拉OK店里的自动饮料机 刁懒玉器 应有在 直视猪眼感 痛 太痛了 剧情上起伏迂回 前任文学层层千套 在今年带给大家 极致的原创追翻的新鲜感 更是期待明年故事下班 最强美魔大祥老师的新乐团 F还会怎么折腾 再打伞拼回去就是神座 2023年度 钱不是万能的 低成本高效果动画大奖提名的有 在无神世界里进行传教活动 可爱过头大危机 Bound Dream It's my goal 凹凸魔女的亲子日常 不死少女杀人笑剧 那么最后获奖的是 在无神世界里进行传教活动 肯定是你啦 人生不能决定出身点 动画说俺也一样 含着金汤池落地满集一身神装 这是好事 但不免有一些 好不容易投到个6 出门就遇到小熊人 说在起跑点又怎样 挣扎也会搓出闪光 这杀秘什么鬼东西啊 无神世界进行传教活动 廉价OP职业用剧中画面 3D怪物粗制滥造 感觉都不在一个图层 人物行动逻辑诡异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看不懂得演出 刺激你的美女莫少神经 但你说他没钱吧 但凡妹子发福利是一针没工 甚至有一些还能单独拿出来当壁纸 演绎刻画可圈可点 深游演绎激情放纵 或有一种尼闷直观眼 我们作画兜兜住的豪卖 金刚刀刃 其他塑料 高宫敌王的极致橱装 竟然真的可以吗 真是火酒店 这里不是鼓励夜街 以后都这么干 毕竟有些画面真的太潦草了 这个咱们追求还是应该尽量搞一下 但不得不说 无神确实把一手烂牌打出了记忆点 这里原作还在连载中 先站住坑 说不定春天就来了呢 2023年度前方高能 武斗效果大奖提名的有 咒术悔战第二季 速罗vs罗虚罗 葬送的福利连 修塔尔 vs 红龙 海贼王 鹿飞 vs 凯多 鬼灭之刃断刀春天 甘露寺 vs 曾博天 Bleach千年雪战篇 千手完万劫 在地下城群球邂逅 是否搞错了什么第四季 贝尔 vs 扎根纳特 这个奖项争夺得很激烈 那最后获奖的是 陆飞 vs 凯多 看着网上对于海贼王战力膨胀 伟田破罐子破摔 声讨浪潮此起彼伏 心中却少有波兰 直到动画真的演到何之国的最终决战 1050几开始 从香吉市到索龙 再到最后 陆飞 vs 兽王凯多 托还是有点托戏了 传统艺能不能丢 但打是真的精彩 最后陆飞笑着打开尼尔形态 天上天下唯我乐园 把云彩变成棉花糖 把地面变成蹦蹦床 凯多是上一秒生龙 下一刻长虫 被天神陆飞活生生打成表情包 迪士尼演出 画师炫技 孤独解读 不得不重要 还记得陆飞橡胶橡胶大鼻子吗 还记得空岛上 埃尼尔第一次看到绝缘体的表情吗 海贼王是热血战斗不假 但别忘了陆飞从开始 就是个无厘头的呆子 你以为乔八真不是应急食品呢 20多年动画旅程 铁打的海贼流水的画师 这次以这样跳脱的形式 展现陆飞身段 我看到了海贼精神的传承 很开心 好似多年前 那个偷偷打开DVD的夏天 是不是 该回船上看看了呢 2023年度 请给我原地结婚 高田表现力大奖 提名的有 放课后失眠的你 星空 海滩 还有你的心跳 葬送的福利连 飞轮和修塔的第一支舞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 图书馆里禁止吃糖 月动青春 闷热的友情是有的吧 酷雨公村第二季 吃橘子 SPAFAMILY 说断电就断电 真是的 这个奖项也是非常难评啊 那最后获奖的是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 阴沉小男生和漂亮笑话的恋情能有吗 情斗初开的年纪啊 当然可以 但要是女主天降倒天 男主唯唯诺诺 是糖也是SPA天 哀人试穿 但是个该出手是不犹豫的行动派 一人山田啊 别看平时大大咧咧 只要突破傻妞保护层 内在只是害羞小女生 随着两人感情慢慢升温 直到那个夕阳西下的图书馆 老师的一次不经意的助攻 试穿的一次小小的冒险 纯纯的巧克力奶糖 不只融在手 还在观众的脑海中化开 牛层麻花就是这么来的 2023 我脑子把他了 搞笑表现力大奖 提名的咬 小智识女孩 你敢动手试试看 万事屋斋藤先生转身一世界 地狱归来 能干的猫今天也忧郁 四主体重计算方式 为美好的世界献上报言 可恶的邪神去死吧 在无神世界里进行传教活动 农用车 超超超喜欢你的100个女朋友 母女 Spy family 不能说的秘密 那最后获奖的是 万事屋斋藤先生转身一世界 笑话都会说 但能以最短的时间精准戳中笑点的 就是技术活了 这方面万事屋斋藤先生转身一世界 我愿称之为本年度最佳段子手 一个第一次登场的人物 寥寥寥勾勒出刺客轮廓 给魔女打败到了魔界 却又靠着毅力和实力杀了回来 我变强了前来复仇 他控制住了魔女 他轻了上去 以为吗 一见钟情什么的很合理啊 揪的一声没有过多渲染 转折来的轻巧素脆 而故事中这样的段子是一个接一个 真的让人笑得停不下来 2023年度 他真的 我哭死 感动表现力大奖 提名的有 我推的孩子 真心谎言 葬送的福利莲 他不知道戒指上花的名字 咒术回战第二季 交给你了 天国大魔镜 告别 那最终获奖的是 葬送的福利莲 他不知道戒指上花的名字 是美好破裂时的悲伤 还是时而复得的欣喜 触及心灵的演出从来不是容易的事 而葬送的福利莲厉害了 经常把这俩全占了 福利莲弄丢了新美尔颂的戒指 我想他不会知道戒指上花式的含义 但在回忆之中 新美尔看到戒指是那一抹苦笑 否定了福利莲的猜测 之后 动画添比的一小段下定决心 无论是观众还是新美尔都明白 这注定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曲 但在斜阳下的教堂终身中 新美尔单膝跪地 他很清楚地知道 眼前这块千年神木 并不冰冷 只是有着 以十年为单位的反射弧 这份思念终将在遥远的未来兑现 即便他已经无法亲眼所见 我对你的爱 直到永远 2023年度动画 Anime of the Year大奖 这个和去年一样 是个开放性的奖项 几年后说起2023年 你觉得最先想起来的会是哪一部动画呢 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留言栏里分享你的答案 我也会根据大家的反馈来做一个投票 最后应该就能评选出这个年度动画大奖了 另外如果你觉得还有一些什么奖可以评一评的 什么奇形怪状的都可以 也欢迎留言 可能会在最近的直播中来聊上一聊 而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我个人在本年度很喜欢的一些人物动作的作画片段 再次给创作出这样高品质作品的原画师动画师后期工作人员等等质疑最高的敬意 最后没错也算是足穿异能了 2023阿尼妹杯评委会大奖 得奖的是 晋级的巨人完结篇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之前的奖项中完全没有巨人的身影 你小子是不是变形了呀 不好办 从格式上来说完结篇为两个特殊级分别在春秋挑了两天来放 达不到一开始说的评选入围要求 不过也许更关键的是我怕一旦开了这个后门会忍不住让巨人拿奖拿的手软 不公平 巨人的最终化就是有这样沉淀的力量 相比起很多的长篇动画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有联系但不算紧密的叙事 巨人从十年前起到完结最终也许有点坑洼 但是一个完整的车轮 这就造成了没入坑的路人和一直把右拳紧握放在胸口的观众 在观看最后一集时的感受是迥然不同的 只要是巨人的粉丝 哪怕是粉转黑都算 会明白冰掌最后那一滴眼泪的价值 会明白阿尔明手中浸染血水的海螺的意义 会明白为何米卡萨深游石川游移精进一句告白的台词需要 长久长久的回神 不公平 虽然只是两个SP加起来两个多小时 但它们承载的是过去十年甚至更久一些 故事所有的线索的汇集爆发或者只是平静的了断 你无法抽离那些过去 因为告别艾伦的同时 在打准的小艾伦也会从树下苏醒 感谢MAPA的导演 原画师 动画师们 感谢剑山创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十年前就清楚知道故事结局 孤独的踏上旅程的人 你也许不是完美的作家 但是个勇士 当巨人斯明的声音渐渐远距 下个十年的齿轮 说不定已经转了 是他吗 还是他 亦或是还没见面的他 我不知道 也许明年此时 咱们可以接着再聊 2024年终盘点 205年终agen